科学员,大家好 这节课是安全工具AppScan的第三讲 所讲解AppScan的安装 AppScan作为一款集成的工具跟常见的工具安装是一样的 基本就是直接下一步即可 我们现在就来安装一遍 在安装AppScan之前 他需要安装一个.net的依赖包 4.5 我可以到 百度上面搜索一下 .net 4.5就可以了 下载就行 下载之后 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就这个 我们现在来直接进行安装 你这里安装的是 9.0.2的版本 标准版 Standard FSCAN的大小还是比较大的 将近700兆 而AWS只有不到50兆的样子 接收 下一步 这里根据大家的习惯安装在哪里 我现在就直接安装在C盘就行 我只要下载之后 我现在的brook 我现在的评论 我现在的评论 下载之后 我现在的评论 我现在的评论 评论 的 下载之后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ifascan的报价 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些这些版本 这里web service app3是可以守护web service的 我们这里现在先不需要 我们可以去下载一下 我这里安装成功了 已经完成 接下来我们把补丁放到它的安装目录 如果见到有4个目录的话 就是安装成功了 现在可以打开 还是比较大的 打开还是比较慢的 最好自己的台式电脑比较好 往这里吃一台虚拟机 所以说比较慢 虽然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是演示许可站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扫描了 扫描我们在下一节课进行讲解 这节课我们主要讲解是 HeavyScan的安装 HeavyScan的安装就讲解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